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期的商戶調查團,我是調查員黎晉 今期的節目,一開始先和街坊做一個試食 試食甚麼呢?以及為甚麼要試食呢? 我們先買個關子,接下來了節目,大家看真點吧 節目的工作人員首先從超市購買了四種不同的牛肉丸 據超市人員稱,這四種的牛肉丸都是雞蛋牛肉丸 我們將它標示為牛肉丸A、牛肉丸B、牛肉丸C、牛肉丸D 然後裏面有一種是我們調查員買回來的牛肉 自己製作手打牛肉丸,我們將它標示為牛肉丸A 看看各位精明的街坊,吃的時候又可不可以分辨得出 哪一種是手打純牛肉丸呢? 現在立刻看清楚一點 好了,現在看到我已經在大街上做甚麼呢? 看到我身後已經看到了,全民試食牛肉丸大比拼了 接來要做些甚麼呢?就是找街坊試食一下 放在身後的牛肉丸 試食的目的是為了,試一試看看街坊知不知道 哪些真、哪些假,立刻開始了 怎麼稱呼啊先生? 那先陸 陸先生,你這樣看感覺哪個是真的牛肉丸呢? 應該是這個吧,顏色深一點 那你吃一下這個 這個是真的 試一下其他的 这个不是牛肉 这个不是牛肉 真的 这个呢 都不是 有肉感 有肉感 但是不是太强 对 好 试一下这个 感觉怎么样 这个不是 第一位街坊陆先生 在这里紫色地品尝了五份牛肉丸之后 并没有猜出哪份是牛肉丸 然后接下来这位阿姨又怎么样 你觉得 感觉如何 这只不够蛋咬 不够蛋 好 试试这只 这只蛋一点 这只看起来不漂亮 好 这只 好 试试我们最后这只 如何啊这个 这个没有香味 没有香味 但是咬下去的感觉如何 这个有点牛肉的酥 酥味 同样这位街坊也没有辨别出第五份牛肉丸 是我们纯牛肉手打的牛肉丸 不过 接下来的这位阿叔 就胃眼吃牛肉了 你觉得呢 这只是不是 不是手打出来的 手打出来的 你印象如何 爽一点 爽一点 这个比较粗 那你先试试这个 你觉得这个如何 这个呢 这个 这个是 真的 你试试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吗 你还是坚持这个 我也是 等等 我们全民试试 牛肉丸 分辨大脆 第一个分辨出手打牛肉丸 和鸡蛋牛肉丸的选手 就是这位 睿子的阿叔 经过这个试试 他说牛肉丸衣 相较于其他四份 比较有弹性 而且牛肉味比较浓 和清香 是手打牛肉丸的可能性 会最高 不过接下来的几位街坊 似乎试试感觉 就表示 跟他不太一样了 你试试这个 感觉怎么样 还是这个漂亮 还是这个漂亮 好 最后试试这个 感觉如何 还是觉得这个 是真正的手打牛肉丸 我告诉你 其实真正是这个 在我们全民试试 牛肉丸分辨大赛里面 我们采访了不少观众 五位参与试试分辨的街坊里面 只有一位观众正确分辨出来 真正用纯牛肉做出来的牛肉丸 一 换言之 只有百分之二十的观众 是正确可以分辨出来的 百分之八十的观众 是分辨不到的 而根据街坊门试试的 分辨过程得知 五种牛肉丸之间的差距 并不是太大 我们现在在视频上 看到的牛肉丸 是否正是用纯牛肉所制成的呢 不过 我们今天给街坊试试的 这个牛肉丸当中 其中有一种 就是用这个 纯牛肉 手打而成的牛肉丸 当然我自己做的 节目组自己做的 如果你想知道 这个整个制作过程 大家可以留意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不过这个时间 我们会带大家去到一个 知名的手打牛肉丸店里面 看一看那些师傅到底是怎样做的 事不宜迟 走吧 今天调查员来到这一家 知名的潮山手打牛肉丸店 长久以来 以其出品的牛肉丸 肉质鲜嫩 丹牙 货真价实而辞名广州 赢得了很多食客的赞穴 每日 慕名而来想吃牛肉丸的人数之不尽 好 现在这个时间 我们已经来到这个牛肉丸店了 这个店就身处我身后有位置 今天我们会找这个店里面的老板 和他一起去研究 手打牛肉丸一些秘诀 立刻走吧 好 现在身处在我旁边就是 我们这个牛肉丸店的老板 余老板 立刻问一问他 这个牛肉丸是怎样做的 这个肉全部是那个防腊肉 整块的打碎 有木棍也有那个铁棍 打的力度也好 那个口感也好 哦 这样子 它有弹性 它一一一打下去都会弹性 哦 哦 这个牛肉丸的用肉方面 是不是就很讲究的呢 其实用那个好一点 那个口感的肉 它那个黏度比较好一点 哦 哦 哦 比较有汤性 哦 哦 据师傅介绍 不要看一粒小小的牛肉丸 若然要真的将它做好 真的要洗一番的功夫 因为只可以用人力功夫去手打 牛肉的肉筋才会彻底分离 吃起来才会更爽口 不过打都不可以乱打的 也都是相当之讲究的 10公斤的牛肉 师傅就连续打了至少一个半钟才罢休 而这个牛腿肉呢 也都是剁成这个肉绵绵的肉脏之后 还要接着放入这个适量的精盐 冰粉 鱼露等这条料 然后用手就拿肉脏 握紧拳 舌成丸 用匙巾筋成一个球状就放入这个温水里面 最后就可以落锅了 刚刚就已经看到师傅 制造了整个手打牛肉丸的时候的过程 真是很不容易 对于我来说很困难的事情 在这个时间我就想考考师傅 在我们面前就已经放了 有四样我们早前在超市买回来的 不同品牌的牛肉丸 比师傅分别压和我们自己手打牛肉丸 有什么不同 首先我们将五种冷冻肉丸 未煮熟之前做一个比较 将它们放在一起 作出标识 它们分别命名为 原品A B C D E 其中一是货真价值的熟牛肉丸 我们面前就有五个牛肉丸的一个样品 如果要分辨的话 从肉眼上面怎么去分辨它的好与快 现在这几种看起来的颜色不是很好看 有的黑黑的有的比较白的个子 又小又有点不自然是吧 牛肉丸C跟A它的一个颜色是不一样的 是什么黑的 它就是胶 那个粉加的比较多 但是有的是加那些鸣渣 那些鞋就黑一点 好像 师傅说 四份超市购买回来的牛肉丸颜色都会有差别 是因为添加的淀粉量不同 所以有些显得比较白 有些显得比较黑 那制作手艺不同 它们的手感又有什么差别呢 这些是它可以马上就弹起来 你看这个 这个 它会挤那个油出来 对对对 很有新鲜感的 对对 那我们试一下四种 看一下是不是刚才那个效果 第一种 效果不太明显好像 对吧 对对吧 有点迟钝 硬盘盘 第二种 我们看一下 对 最后一点 感觉 一 陷下去一样 一按下去就整个整个 肉感觉好像陷下去不会上来 对 对 靠第四种 没有新鲜感的 对 这太硬了 清赞潮山牛肉圆最贴切的形容词就是 丹牙 圣爷在食神里面用牛丸打给音波的场景 令人对神父奇迹的牛肉圆充满了向往 所以一粒好的手打牛肉圆也是必然要弹力十足 那能不能交易上我们怎么去闻它呢 一般如果是好的鲜肉丸 它闻起来的一个感觉是怎么样 就是有那个很新鲜的那个肉味感 好 那闻一下这个手打呢 是是 你闻一下是不是那个鲜牛肉 刚刚炸的牛那个味道 起码我不抗拒这种 对 是香的闻起来 对对 那我们闻一下这个牛丸滴的呢 有点臭 有点臭臭的 好像那个 味道不一样 有点酸的 对对对对 酸酸酸的那个味道 好 闻一下这个 这没酸但是它那个味道没那么香 有点淡 对 嗯 这种是酸的 对对对 没什么味道 对对对 仔细闻完五份牛肉丸的味道之后 我们发现 除了我们自己手工制作的牛肉丸味道新鲜香肉之外 其他的都比较平淡无味 甚至有些带有一股酸味 大一点酸 这个也有一股味道 对对 酸 对酸 一点点酸 经过第一轮对未煮熟的牛肉丸做行这个分辨之后 接下来我们用五个煲分辨用同样的水同样的时间煮熟五种的牛肉丸 然后再分辨一下 你五种牛肉丸煮熟之后 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又是什么呢 先试一下我们手打出来了 嗯 可以 比较新鲜味的 然后它入口的口感比较脆 对 而经过了第一轮对这个未煮熟的牛肉丸分辨之后 于师傅首先品尝了我们自行制作的牛肉丸 他对这份牛肉丸的鲜味和口感都赞予有加 那接下来这四份从超市买回来的牛肉丸呢 我先从A这里试一下 对 好 本来已经很苦 嗯 那个葱味啊 什么味道 然后它这个肉很粉 嗯 没有那个肉味啊 不对 这个 没肉也是没有味 没肉味的 对 好像就是 有点 有点 有点像 它专门放了一些香料下去 这个味道 对 然后让人感觉好像 咦就是牛肉的香味 品尝之后 我们发现从超市购买的前两份牛肉丸的 原本味道是比较浓郁的 但是明天的添加过多的调味料的味道 这个试一下 这个问题还是刚刚我们说比较接近的一个 一个牛肉香味 是 这个还好 好一点 还会好一点 但是那个牛肉的那个香味就不太像 如果那个添加什么配料 嗯 我觉得这个口感跟这个还是比较 有差别 但是 比起这两个要好 从调查员和于师傅的试食体验来看 第三份和第四份牛肉丸的味道 就比较接近我们自制手打牛肉丸的味道 从刚才于老板的这个辨别的方法 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得知 在五种牛肉当中 本来煮熟之前 煮熟之后 其实的差别都不是太大 因为我们刚才从这个色 香味和口感上已经是分析过了 差别依然都不是太大 所以说 是不是这个市面上 所售卖的牛肉丸里面 真的含有这个牛肉 假如有这个牛肉的话 它的份量又是多少呢 调查员现在将不同的牛肉丸 分别装进这个医用保鲜袋 作上标示 我们自制的纯牛肉的手打牛肉丸为E 市场上买回来的牛肉丸分别为A B C D 送到广东赛格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进行检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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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调查团的黎俊 好了 这个时间我已经将四个样品 送了给这个皇宫检测一下 它的牛肉丸里面的含量 就是说牛肉含量到底有多少 三下就会做这个DNA的取样测试 结果就很快出来了 牛肉丸里面到底是货真价实的牛肉呢 还是以似充好的猪肉鸡肉 还是其他生畜肉类呢 因为每种肉类的DNA具有明显的差别 所以通过专业的DNA定量检测 我们可以辨别这些牛肉丸里面 到底有多少真正的牛肉 这个首先是一个PCR实验的一个抗争曲线 在实验里面 它出现了这个抗争曲线 就表示它是有DNA的 然后对于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曲线 不同样品它就会有不同的曲线 然后通过这个定量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DNA含量有多少 多的含量就会在前面 含量低的就会在后面 接下来这个时间已经将五种牛肉丸送给你的专家做这个检测了 做一个DNA的抽氧测试 这个结果就要等到这个两天之后才知道 那这段时间到底做些什么呢 正所谓时间就是金钱 说到金钱了 那我们要算一算我们自己自制的 这个纯天然牛肉的纯手打牛肉丸 是不是听到很多纯呢 因为真的是全手工制作的嘛 那算一算它的成本要多少 到底你自己家製一粒牛肉 或者製一堆牛丸的时候 所花的钱要多少 我们立刻算一算 为了做个纯牛肉的手打牛肉丸 我们从市场上买回来的牛肉450克 加价是45元 而买了鸡蛋三个 加价为3元 制作过程当中添加的配料有白胡椒粉 便粉 盐 加价为2元 那我们花的钱总价为50元 好了 又见到我了今天 今天我整身都没有穿这个医生袍 就知道我今天不是做实义 也不是做一些 就是令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噁心的东西 今天做一些令大家看上去很正的东西 比12度的风味 当然了 看到我今天做些什么呢 就是我早前去到一个人家里面 就学到一个家传的制作牛肉丸的秘方 到底今天怎么做呢 很简单 看到我面前已经放了今天相关的材料 看到我面前有胡椒粉 还有豉油 生粉 盐 还有蒜头 已经是拍碎了的蒜头 另外还有鸡蛋 四个 还有最后的主角 说的是牛肉丸 当然要有牛肉 将它这几道的材料 就会制成一样东西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牛肉丸 你不如前后 马上开始 调查员看起来 刀工都似无似样 应该平时在家里也有链开 我们生活调查团就最需要这种 弹得咪 拿起刀的串流调查员 在经过这个十多分钟的努力之后 双手合十的情况之下 很努力很辛苦地将牛肉的片状 变成这个肉泥的情况 看到了 真的是泥 调查完将这个牛腿肉 就剁成软绵绵的肉脹之后 接着就放入这个鸡蛋 适量的精盐 雪粉和鱼露等的调料 经过清重 我们做出来的牛肉丸的肉馅 清重是500克 那就是说 我们自制的手打纯牛肉丸里面 一斤的价格是50元 那我们节目买的牛肉丸A 是7元500克 牛肉丸B 是15元500克 牛肉丸C 是35元500克 牛肉丸D 是40元500克 那牛肉丸的价格 和它们里面的牛肉含量 是不是成正比的关系呢 那这些牛肉丸的牛肉含量 又是多少呢 黄哥我想问 四种样品 现在检查检查出来 呈现的数据是怎样的 首先这个 样品A 是猪牛鸡鸭 都是检到有DNA 它牛的DNA 我们检到6皮克每微星 这个数值 可以说是相当之低 猪的基因 是30万皮克每微星 这个数值是相当高的 而更高的是 鸡的DNA 是达到120万皮克每微星 这样的说法 我们可以说 这个样品主要的成分 可能就是比较多的 猪和鸡 到样品B 第二个 它就好些 比样品A 它检出的是牛猪 鸡的基因 鸭是没有的 牛的基因 是检出1万9千 皮克每微星 猪的基因是61万 鸡的基因是1皮克 多些 这样来说 鸡也是接近没有的 可以说 它的成分含有比较多 猪和牛 样品C的情况 就是 牛的基因 是3万1千 皮克每微星 猪 就是变成28万 相对前一个样品来说 它牛的基因 是多了 猪的基因 是少了 那么鸡鸭是没有的 D的样本 这个牛的基因 是达到10万 猪的基因 就是34万左右 鸡鸭同样是没有的 所以 基本上和它的价钱 就好像比较吻合了 就是 价钱越贵 相对来说 牛肉的含量 就属于高 根据检测所显示 我们送检的牛丸之中 居然有鸡肉和牛肉的成分 而且价格越低 牛肉含量就越少 其他生畜肉类的含量就越高 一斤才7元的牛肉丸里面 牛肉几乎可以是忽略不计的 这样国家食品标准里面 有没有明文规定可以允许牛肉丸添加这些成分呢 我们国家呢 在12年的时候 推出了一个 关于我们的这个牛肉丸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商业推荐的标准 那在这个标准里面 它是要求 我们的牛肉丸和羊肉丸的话 它里面含有的这个牛肉和羊肉 一般来说要求是超过8% 鸡肉和猪肉呢 一般来说要求是超过10% 就可以能够在它的这个商品命名上面 直接叫做牛肉丸或者是猪肉丸 那当然它也对于我们的这个丸类呢 它的这个质量也做了一定的这个规定 那比如说它会要求它的这个 含肉量超过65% 算是特级优质的这个丸类 是这样来进行规定的 那除了这个65%的肉类之外的话 其他的可能是包含一定的淀粉 还有我们的一些添加剂在里面 原来国家是允许在牛肉丸当中 添加其他生畜肉的成分和食品添加剂的 即使是这样 这些牛肉丸里面的牛肉 是不是真的达到8%以上呢 那它们各自的价格 是不是真的相符呢 而其他的肉负料的成分 是不是真的在5%以下呢 我们再次带着疑问 请教一下我们的专家 触情肉丸呢 到目前为止 国家的标准是没有的 就是它里面到底要加哪些肉是没有的 我们只能够参考的是这个商业的标准 就是你叫什么样的肉丸 那你里面含有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肉的含量 要超过8%或者是超过10%才可以 那其他里面要加到的其他的肉呢 我们一般工厂里面 他会用一些就是肉的这个价格比较低的一些肉品来代替 那譬如说我们吃到的一些牛肉丸里面 它可能含有的是有除了牛肉之外 它还含有一些鸡肉或者是猪肉等等 这些物质在里面 调查到这里 我们可以知道 现在市面上的牛肉丸 不可能是100%的牛肉了 一般正规的商家也都会在这个成分表上面 明确标有猪肉 鸡肉等其他肉类的添加 这个是国家标准允许添加的 在相关的国家标准中明确规定 牛肉丸中牛肉含量不可以低于100% 而大家在选购牛肉丸的时候 可以依据价格对增加牛肉丸做一个简单的间别 根据市面上牛肉的价格 一般低于540元的牛肉丸 基本牛肉含量不高 而且刚刚老师也说到 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里面 规定特级牛肉丸含量不少于65% 邮级牛肉丸含量不少于55% 普通牛肉丸含量不可以少于45% 所以街坊购买的时候 注意看下有包装的牛肉丸上面的名称 和后面的整份表的含量是否相符 根据自己的要求封键诱人 好了,我们今期节目的时间差不多了 在这期节目当中 我们也做了一个调查 就是有关于市面上的牛肉丸 到底含有的牛肉有多少的问题 做了一个调查 而且也是教了大家 如何分辨牛肉丸的好与坏方法 大家想知道可以看之前的这个节目内容就知道了 如果你真的想买到放心 而又货真价值的牛肉丸的话 大家可以去到这个大型超市 或者有卫生许可的店铺去购买就可以了 若然还是不放心的话 你可以买些新鲜牛肉回来 去这个自制纯手打的牛肉丸 可以自己试试自家的味道 假如最后奉劝大家一句 大家的任何价钱都可以随心所习 封键尤人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 有什么最新的情况 或者有什么最新的报料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可以告诉我们的 和抹打我们的报料热线电话 我们今期节目时间就是这么多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